你好,今天为你解读的是《人性论》 这本书大约49万字 接下来我大概会用30分钟左右的时间 为你解读书中的思想精华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休默是如何抛开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 来看待人类的共同本质的 在正式讲解内容之前 让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作者休默 在2013年 曾有一项针对哲学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国际调查 调查主题是 谁是你最喜欢的哲学家 排名第一的就是本书的作者 休默 连爱因斯坦提及自己的狭义相对论时 也坦言自己受到过休默思想的启发 可见休默在哲学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 休默的全名叫大卫休默 三个世纪前出身于苏格兰一个律师家庭 两岁丧父母亲也没有再嫁 一心抚养和教育孩子 在休默12岁的时候 他就上了爱丁堡大学 真的称得上是天资聪颖 可因为家庭原因 15岁时休默辍学回家 没有拿到学位 所以和大多数的哲学家不同 休默是在象牙塔之外 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 最初 他的家人出于家庭传统和谋生考虑 希望休默子成副业 从事和法律相关的职业 但很快 休默就发现 自己并不热衷于法律 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哲学 在18岁的时候 休默每天做的最多的事情 就是思考 他认为一个全新的世界 已经向他展开 但也因为消耗了太多的精力 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此后大约有四年时间 休默都在养病 在病床上 他阅读了大量的英文 法文和拉丁文的书籍 同时还坚持学习希腊语 一直在丰富自己的知识 病情的困扰 让休默想要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 他去了一家商行当职员 可是没干几个月 因为业务信函的问题 他和商行管事大吵一架 决意放弃经商 重新回到心爱的哲学上 此时对生活心灰意冷的休默 离开了英国 到法国巴黎 全情投入到哲学写作当中 终于在26岁那年 他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著作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人性论 简单了解过作者之后 我们来看看 人性论这本书究竟说了什么 通常来讲 我们平时看到的关于人性的著作 大多数是谈人性的光辉 或者是人性的弱点 然而 休默将自己的哲学 看成人性科学 这里的人性 也具有更广泛的含义 它包括与人的认识 情感 道德和社会行为等 有关的一切方面 在休默看来 人性科学和精神哲学是同一词 精神哲学就是对人性的彻底研究 所以人性论这本书的副标题是 在精神科学中采用实验推理方法的一个尝试 翻看人性论的目录 你会发现 这本书共有三卷 第一卷 论知性 是休默的认识论 主要说明了知识的起源 分类和范围 人的认知能力和界限 以及推理的性质和作用 第二卷 论情感 是在认识论的基础上 对情感及其作用的研究 第三卷 论道德 则是休默的道德论 休默很自信 在人性论刚出版的时候 要求以匿名的形式出版 并声称 不仰仗任何大人物的赞助 不要名人致辞 当然 休默的自信是有道理的 在这部著作中 休默提出了他的哲学基本原则 并从那些基本原则出发 广泛讨论了伦理 审美 政府的起源 社会的发展等许多问题 全书构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哲学体系 然而 人性论出版后毫无反响 让休默大失所望 但休默凭着自己的乐观和热忱 又对这本书进行了多次改写 面对这本耗尽休默心血的黄黄巨著 很多人在刚接触的时候 都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 其实这本书虽然看起来内容庞杂 但最核心的内容 是休默关于知识的见解 其他各个方面的论述 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 连休默本人也说 他给知识下的定义 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了解休默如何看待知识 是读懂人性论这本书的钥匙 所以今天这集音频 我们着重为大家讲解 最为核心的三个问题 它们分别是 一 什么是知识 二 什么是经验主义 三 什么是自我 咱们将通过对这三个问题的理解 来了解休默的人性论 这三个问题 都是对世界本源的一种探索 了解休默的回答 非常有利于增强我们的思维韧性 同时也能帮助我们 更好地看待自身与外界的关系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知识 在《人性论》这本书里 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在谈论知识 休默对知识所提出的疑问 犹如打开了一个潘多拉之河 它引出了后续哲学的一系列问题 有着深刻而广泛的意义 所以我们在第一部分 也会用比较大的篇幅来介绍 因为只有了解了知识是怎么一回事 才能更好地了解人性 说来说去 那知识到底是什么呢 在休默看来 知识起源于印象和观念 这里的印象和观念 是两个哲学术语 印象呢 这个很好理解 简单地说 印象就是当外界的事物 刺激到我们的感官 所产生的一种强烈的感觉 比如视觉 嗅觉 听觉 当然还包括一些很直接的心理感觉 比如愤怒 喜悦等等 这个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说法 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那么观念又是一种什么东西呢 按照休默所讲 观念是在印象的基础之上 我们心中所能想到的东西 咱们举个例子 当我们在公园里看到一只红色的玫瑰花 通过视觉刺激 我们心中立刻形成了 关于红色玫瑰的印象 当我们离开公园时 再次想到这只红色玫瑰 这时候 心中产生的就叫做观念了 从这个例子里 我们不难看出 印象是事物直接刺激我们 让我们在心中产生的东西 而观念 则是通过回忆 或加工印象 所产生的事物 通常是先有印象的存在 然后 才有观念的产生 在这里还要强调一下 观念虽然脱胎于印象 但它们也并不是简单的直接对应关系 再打个比方 好比天使这个概念 在我们的印象里 世界上并没有这种长着翅膀 能腾云架雾的人 但在我们的头脑之中 依然有天使这个观念 这是因为我们见过人长什么样 也见过翅膀长什么样 在头脑中就有了这两样事物的印象 然后再对这两种印象进行加工 也就是为人类插上翅膀 最终就形成了天使这种观念 大家听明白了吗 咱们再来一起捋顺一下这个逻辑 你想拥有知识 就需要产生观念 你想产生观念 就需要获得印象 而印象诞生于你的所见 所听 所闻 所感 换句话说 你必须要亲身经历 休末不仅对知识的来源进行了探究 还将知识做了分类与阐述 他认为 我们人类只能拥有两种知识 第一种叫观念知识 这种知识不需要我们经验证明 可以看作是天生就正确的知识 比如三角形的内角核是180度 这不需要我们一个个得去测量三角形 就能知道 所有的数学知识 都可以看作观念知识 第二种叫事实知识 也叫做经验知识 这种知识需要我们用经验去验证 比如一个西红柿 想要知道它到底是酸的还是甜的 你总得尝一下 又或者说明天会下雨 但到底明天会不会下雨 一定要到了明天 亲自验证一下才能知道 事实知识 一定要我们用经验去证明 这两种知识的分类方法 有一个响亮的名词 叫做休末的叉子 这里的叉子 并不是指吃饭的那个餐具 而是指作战用的一种武器 那为什么要叫做这个名称呢 因为原本在人类的习惯认识里 知识就是知识 从未想到过知识还有不同的分类 所以呢 休末的思考就像叉子一样 把知识一分为二 这也就是休末 这也就是休末插字一词的来源 不过听到这里 你可能会觉得 这分类貌似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嘛 但我告诉你 彻底理解了这种分类之后 可能会颠覆你既有的世界观 为什么这么说呢 接下去 就让我们来看一看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休末之所以把知识分为两种 其实目的是为了否定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指的是 一个事件和另一个事件之间的作用关系 其中后一事件被认为是前一事件的结果 但休末却说 在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因果关系 这听起来真的很荒谬 世界上怎么可能没有原因和结果呢 我们肚子饿 不就是因为我们没吃饭吗 苹果从树上掉下来 不就是因为万有引力的作用吗 这些例子不都是因果关系成立的证据吗 别急 我们来看看休末是怎么说的 刚刚我们说过了 像三角形内角合适180度 这样的观念知识 都是正确的 不用怀疑 但是经验知识可大有文章 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个详细的例子 来看一下休末如何挥舞着叉子 叉掉了因果 想象一个画面 你站在一个房间里 面前摆了一张桌子 你用力推一下这个桌子 然后桌子就往前动了起来 按照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观点 针对桌子动这个现象 是因为你用了力 结果导致了桌子移动 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事情都是如此 我们认为 如果有一个原因发生 那么必将产生一个结果 休末仔细考察了这种因果的观点 他认为事实不是这样 当我们讨论原因时 我们会观察到三个现象 第一 你用力了 第二 你的手接触到了桌子 第三 桌子移动了 我们大家要注意到 休末说过这么一句话 我们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 咱们按照这句话的判断标准 再来看看这三个现象 第一条 我用力推 这是可以看到的吧 也就是说第一条没毛病 第二条 我碰到了这个桌子 我的手和面前这张桌子之间有接触 这也是可以看到的 第二条通过 但是第三条呢 我们怎么知道 是我的这个力推动了桌子呢 换句话讲 我们只能看见我们用了力 以及看见桌子动了 但是我的力气和桌子移动之间的关系 我们看不到 所以不能说我的力气和桌子移动有关系 休末觉得 任何事物只能证明自身 无法进一步证明其他事物 我们再举两个例子 加深一下印象 第一个 在生活中 我们知道 当太阳照射在石头上时 石头会发热 休末说 我们只能看到太阳出来了 石头热了 但是太阳出来和石头热了之间有什么关系 我们不能看到 因此不能说两者有什么关系 第二个 夏天屋里热 我们需要开空调 空调送来的冷风可以使我们凉爽 我们只看到了空调开了 感觉自己变凉爽了 但是空调开和自己凉爽之间的关系 我们并没看到 我们反复强调 知识只能是从印象和观念中来的 只能通过我们的感觉器官才能获得 如果我们的眼睛真实观察到了 耳朵真实听到了 很显然 这个东西存在 可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 我们的眼睛是看不到的 耳朵也是听不到的 用力推桌子 桌子移动 太阳晒石头 石头发热 空调送冷风 身体变凉爽 这些都是我们能够感知到的 修默也能看见 所以他承认以上事实 但你要说他们有因果关系 那修默可就不同意了 修默用他那把叉子 插掉了因果 也颠覆了传统哲学对于知识的认识 说到这儿也许你会有一些疑问 当我觉得饿的时候 我确确实实是去吃饭了 难道不是因为我饿了 所以想去吃饭 还能因为别的吗 是的 确实有可能因为别的 修默的答案是习惯 你以前肚子饿要吃饭 按照习惯 下次肚子饿 你照常吃饭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我们在生活中不需要靠理性分析 不需要因为所以 借助于习惯 就能让我们给整个世界赋予秩序 从而可以让我们更方便的生活 这也是为什么修默说过这么一句话 习惯是人生的伟大指导 在修默看来 一切理性的证明都是苍白的 他们不能揭示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 说到底 人们所认为合乎逻辑的东西 不过是一种习惯 此外 没有什么道理可言 就好像看电影一样 电影是动态的 故事情节自然而然的向前发展 观众会追随着剧情的发展 或感动流泪 或放声大笑 但实际上 电影是由一帧一帧的影像拼接而成 一连串的电影 不过是由不同的禁止画格所组成 但对于电影观众来说 会习惯性的把前后图像自动关联 并认为这是真实的 一连串自然而然的发生 从某种意义上讲 不妨说习惯就是真理 再打个比方 很多人在刚开始学开车的时候 会费尽心思的去记忆前后的步骤 第一步开车门 第二步调座位 第三步插钥匙 第四步算车距等等 但等你熟练之后 每次开车的时候 几乎都不用去想 一切动作都是下意识完成 并且完美流畅 没有任何一个多余的动作 也没有遗漏任何一个操作 你不再去推测上一个动作 是否会影响到下一个动作 它们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事实就是 你毫不费力地 用习惯的力量把车开走了 掌握知识的方式 也是这样的流程 细想一下 若是认真考察一下我们的行为 有多少是经过理性思考以后 才发生的呢 可能很令人失望 多数行为都是未经思考 讲不出什么道理 以上呢 就是休默 关于什么是知识 这个问题的主要观点 我们讲了很多的内容 你不妨记住最关键的一句话 那就是 在休默看来 知识源于经验 接下来我们就谈谈 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什么是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流派 他主张的观点是 人通过感官实践来获得外界知识 休默正是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 我们在接触哲学的时候 总是听到这个主义 那个主义 谁是哪个主义的代表人物 这些哲学名词 看似晦涩难懂 其实如果你能够搞清楚来龙去脉 不用死即硬背 也能理解 就拿刚刚我们提到的经验主义来举例 这个概念最早出自古希腊 它最初是指古希腊医生的经验 主张的是医生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 去诊治病患 而不是照本宣科 此后几千年 包括休默在内的先哲们 开始在这个理论上不断地迭代 比如当时和休默齐名的一位哲学家 三大英国经验主义者之一的约翰洛克 也说过这样的话 人的心智原本是张空白的表格 经验注视其上 注是注意的注 事是解释的是 再后来 经验主义又在更深层次上 促进了心理学 教育学等学科的发展 比如美国心理学家 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 约翰华生就说过一句名言 给我一档健康的婴儿 一个由我支配的特殊的环境 我可以按照我的意愿 把他们训练成为医生 律师 商人 甚至乞丐或强盗 这句话的意思也很明显 人是可以通过后天训练 塑造成任何你想要的样子的 咱们刚刚说的这些 算是经验主义的发展历程 稍有哲学素养的人都知道 通常一个主义的对面 还会存在另外一种主义 这就有点像华山派理 分成建宗和器宗一样 站在经验主义对岸的 就是理性主义 与经验主义不同 理性主义认为 即使没有亲身经历 人的推理也可以作为知识的来源 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 迪卡尔 也是一位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师了 他曾打过一个比方 来反驳经验主义 他说 这儿有一块蜡 这个蜡是蜡烛的蜡 无论它是什么形状 固态或者液态 虽然它给我的印象不一样 但是我知道它们都是蜡 所以知识来源于理性 休默对此当然是持有否定态度的 休默认为 如果你从来没有见过蜡这种东西 你怎么会有蜡这个观念呢 你对蜡的观念 来源于你对它的印象 所以知识还是来源于经验 以休默为代表的经验主义 与以迪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 始终是平分秋色 各领风骚 休默曾经这样评价理性主义 他说 理性是激情的奴隶 并且除了服从激情和未激情服务之外 不能扮演其他角色 也就是说 休默认为 人类首先是情感的动物 其次才是理性的动物 休默针对理性主义的怀疑 也堪称哲学史上的明珠 他提出的质疑 也直接撼动了理性主义的基石 在17世纪 归纳法是经验主义的基本论证方法 那什么是归纳法呢 先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看见今天太阳升起了 昨天太阳也升起了 前天也升起了 所以你得出一个结论 明天太阳也会升起 这种收集数据 积累观察现象之后 从片段式的信息内 总结出概括性的道理 就是归纳法了 但是归纳法 不一定完全正确 比如说 第一只天鹅是白色的 第二只天鹅也是白色的 第三只天鹅还是白色的 但如果就此得出 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 这明显是错误的 因为世界上还存在着少量的黑天鹅 即使论证到 一万只天鹅都是白色的 也无法证明 第一万零一只天鹅 就一定是白色的 还有一个更有趣的例子 一个农夫养了一只鸡 每天中午都去喂养它 从不例外 于是这只鸡 就此归纳出一个规律 每当中午来临 农夫必定会来喂食 直到感恩节的前一天中午 农夫照常走进了鸡棚 那只理性的鸡就推断 根据中午喂食定律 农夫必然会给我喂食 但这一次 定律失效了 它等来的不是食物 而是农夫的屠刀 听完上面的推理 你可能觉得修默的观点 非常的读书一致 其实不仅是我们 就连德国古典哲学的祖师爷 康德老先生 也认为修默的著作 惊为天作 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 是修默让我从哲学的迷梦中惊醒 为了博导修默的理论 康德为此花费了整整20年时间 写出了纯粹理性批判一书 但即便如此 康德在书中也承认 要想真正完全博导修默 是不可能做到的 以上就是对什么是经验主义的一些介绍 修默始终认为 理性是手段 激情才是本质 这些也是人性论第一卷的主要内容 也是全书最为重要的部分 包含了修默对哲学的主要贡献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部分的内容 什么是自我 修默在第二卷《论情感》里 讲述了情感的起源和性质 而第三卷《论道德》 则在前两卷的基础上 对道德的基本原理做出了阐述 那关于自我的这部分讨论 我们也沿着情感和道德这两条路线 来进行讲述 先说说情感部分 修默对自我这个问题的思考 可以追溯到他的幼年时期 修默的家庭是信仰加尔文教的 这个加尔文教是基督教新教的主要宗派之一 讲究复杂的宗教礼节 修默小时候特别讨厌这些礼节 看到父母亲 街坊邻居经常在教堂虔诚地祈祷 但是当他们走出教堂时 又会变成一个极其事故的人 宗教总是在劝人做好事 日后就可升天堂 但是修默觉得 做好事本应只是单纯因为好事该做才去做 而这些信徒者是为了使自己的灵魂得救才去做好事 甚至个别极端的教徒还希望别人的遭遇越惨越好 这样自己可以有机会救助他们 以上种种让修默觉得宗教十分虚伪 在现在看来可能没有什么特别 但这个观点在三百年前可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 也正是经历了对宗教的批判 修默逐渐把目光转向了人性本身 了解人性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认清自我 那究竟什么才是自我呢 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必须要先弄清楚一个基本前提 那就是人是无法证明自己的存在的 也无法在真正意义上认识自我 为什么修默会这样认为呢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 这个观点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难道我们连自己都证明不了吗 如果我们证明不了自己的身份 总可以证明自己的身体吧 但修默说未必 在他看来 人只不过是有许多不同的感觉 累积而成的一个集合 或者说是一个包裹 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一个身体 并且都能意识到自己身体的存在 这在大家看来 是众所周知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是修默认为 知道自己有个身体 仅仅是个认知 我们感受到的这个身体 你不能肯定的说是自己的 咱们做个试验 你把你的手伸出来 你看到的是手的形状 手的颜色和这个手本身 至于这是谁的手 你是看不见的 是不能断定的 之所以觉得是自己的手 无非是习惯 看久了就觉得是自己的 说到这儿呢 忍不住要讲一句 我们居然不能证明自己身体的存在 修默也太狠了 不过啊 更狠的还在后面 修默说 不仅我们的肉身 无法被证明存在 就连我们的心灵也是如此 在他看来 我们只能感受到知觉 心灵也只是一种 知觉集合体罢了 比如说 昨天心情好 我们感知到了高兴 这种情绪 今天上班 感知到疲倦 这种情绪 我们无时无刻 都在感知各种各样的情绪 但是我们能做到的 也仅仅如此 不能说在这些感知下面 一定还存在一个 承载着各种情绪的心灵 再进一步讲 这些感知到的情绪 也是一种印象的交换 当我们感到高兴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 是光明和温暖的 当我们难过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这个世界 是冷酷和黑暗的 情感也是如此 人不能无缘无故的爱 也不会莫名其妙的恨 爱与恨的对象 必须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人必须要面对一个明确的对象 才能产生爱或者恨的情感 当我们看到别人高兴 自己也会被他的这种 积极的心态所感染 当我们看到别人痛苦 接着就会对他产生同情 但所有的情感 本质上都是情绪的转移 我们把自己 在某种情况下出现的情绪 投射到发生类似情况的 另一个人身上 因此人与人之间 无私忘我的爱情 互相关怀的感情 其实是一种自爱 是一种自爱的延伸 而不是真正去关心对方 说完了情感 再来看看休默的道德观 休默所处的18世纪 英国的资产阶级 刚刚成为统治阶级 这一阶段 资产阶级思想代表人物 就是休默 在哲学史上 休默是位成前起后的大师 没有休默就没有康德 也就没有德国古典哲学 没有德国古典哲学 便没有后来的马克思 恩格斯 也因为休默所处的年代不同 休默对个人道德 和社会道德的看法 可能和我们今天的想法 不太一样 比如我们通常认为 不管是对于个人 还是一个国家 正义永远是不可或缺的 但休默觉得 正义这个东西 压根也不存在 有的只有资源被如何分配 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 设想一下 如果人类生存资源极其丰富 能充分满足人的任何需要时 人们各取所需 没有必要区分物品 是你的还是我的 也就不存在公不公平 正不正义之说 相反 要是当物品极端的匮乏 人们为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 必需品而互相争斗 这时候正义也不存在 唯一起作用的原则 是满足自己 不仅是正义 所谓的善恶也是如此 在这里要顺便说一下 亚当斯密了解休默这个观点之后 开始提出假设 以人都是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 写出了经济学的开山之作 国富论 并因此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 以上就是从情感和道德这两方面 解释休默是如何来看待自我的 最开始休默认为宗教十分虚伪 于是把研究的目光转向了人性本身 在自我问题上 休默认为不论是情感还是道德 人性都是利己的 同时我们无法靠推测来证明身体存在 就连心灵 正义 善恶 也无法被理性证明 好 说到这里呢 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也就讲完了 人性论是近代英国奉献给全人类 最伟大的哲学著作之一 我们今天精选了三个内容 来为大家做详细的解读 咱们一起再来总结一下 在第一部分 我们提到了休默的叉子 把知识分为了两类 我们习以为常的因果关系 不一定存在 这部分内容是休默哲学中最重要的内容 第二部分 我们进一步讲了什么是经验主义 以及作为代表人物的休默 是如何对理性主义发起挑战的 休默的怀疑 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 也就是康德的影响最为直接 康德说 休默在哲学上为他指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最后一部分 我们继续沿着休默的思想 把目光转向了自身 休默觉得 支撑生活的是意志 情感 而非理性 支撑道德和政治的基础 是自立 在人性论中 休默否定了一切对于人性的传统解释 从此 基于观察和实验 一种崭新的人性科学诞生了 最后我们用休默 给自己写下的评价 来结束今天的介绍 不管我们对自然的理论 想象的如何简单 在任何时刻 它都不会是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好的 人性论这本书 就为您解读到这 精华笔记 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部好书